现在我宣布比赛开始 这个题目 很简单的 公布图形后 学童立刻动笔创作 第22届全国童联想创作化决赛 这一天在风源郭顿化中心举办 从出赛12万名挑战者中 投影而出的421位小朋友 这一次要再度发挥想象力跟创造力拼注决赛 今年12万届 然后选出了420件 那另外还加了数位组 刚刚特别跟评审老师谈了一下 他们就说名额太少了 他们有时候真的难以取舍 我觉得小朋友 他们愿意发挥自己丰富的想象力 然后家长老师在旁边扮助的角色 而不是主导的角色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他的用材料 以往都是当一的 今年发现跟晚年不一样的 他们是用复合材料 比如说用拼图 有的小朋友他用热熔胶 用很多的材料来创作他的画作 另外在图形的部分 今年小朋友隐藏得很棒 两个小时的决赛 这些小画家们绞尽脑汁 从这个不规则图形发想 有人想到海龟 有人想到垃圾桶 也有人想到挪炸大闹龙公 这些精彩的想象力考导了六位评审 经过一个钟头的激烈讨论之后 最后终于选出72名的得奖者 给他热熔的掌声 往年的主题性 因为大家相似的会比较多 也有可能图形的一个局限性 那今年我是觉得说比往年的主题性呢 就是有更不一样的发挥 就是说他的这个小朋友创造历史 是比往年都还要好 表现出来都还要好 看到这个图形之后 我画虾子的翱 所以你画什么呢 所以画挪炸闹海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看传统的那种神话故事 我妈妈在观察 会自己去想象、自己去创作 画了那个一个人在乱砍树 然后我那个重点就是 想要那个让 应该要做环保 不是乱砍树 对于这次比赛 评审给予高度肯定 并表示跟往年相比 这次创作的主题内容 更加多元独特 而在色彩调和 跟比出技法的水准上 也相对提高 这对于举办了22年的 儿童联想化来说 是一大鼓励跟肯定 而主办单位表示 出赛作品会在 葫芦顿化中心 展出到12月26号 至于复赛作品 会在明年的1月17号展出 民众不妨可以前来欣赏 学童天马行空的创意 这里这样台中才放到 期待在赛作品会儿中心里的 儿童天马行空的帐船 耳术 网民众不妨 众不妨